等紅燈期間 對象抽到一群機車族 怒氣沖沖 狂傍笑 還有人一腳跳上白色叫車抽頭 狂踹擋風玻璃 一群人打開車門 把駕駛硬拖下車 拿安全帽當武器 五六名壯漢為歐一名駕駛 警方到場逮捕嫌犯 而被打的駕駛 十幾名親友也憤恨不平 包圍警局 要求警方演辦肇事者 一次了 澎湖人很憤怒 當地民眾這麼憤怒 因為肇事者全都是觀光客 這六人卻對當地人嚇重手 事發就在澎湖縣東衛派出所附近 二十六號中午 六名觀光客騎機車 疑似和舊車在路口發生擦撞 一行人當街嗆瞎 駕駛還被攔車毆打 造成他頭部擦措傷 因為發生交往事故 那王姓民眾等六人 因為這個事故發生糾紛 那竟然將被害人 這個拖出車外毆打 並且進而毀損他的車輛 最後是讓我們澎湖的老百姓 不要說觀光季節 來你們觀光客一大群人 我們澎湖人 抽上一兩個就被人家 他現在打怎樣 絕對依法就辦 絕對依法就辦 沒有問題 誰打人的一定要負責任 澎湖花火節活動開跑 吸引大量觀光客造訪 帶來人潮的同時 也導致亂象頻傳 這一次還是六人打一人的場面 實在讓當地居民人心惶惶 警方承諾會延辦 將依妨害秩序 毀損和強制罪法辦 TVBS新聞城鎮澎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